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肖肖 连战连结 美职业 日职联 瑞典超就是这么轻松 今天咱们关注韩国这连赛的一场赛事 本场由蒲香制铁对阵水源三星 北京时间7月10号傍晚6点比赛将会开启 最近的这段时间蒲香制铁的状态直线上升 在连续粘压了卫山现代和城南足球之后 蒲香制铁拿到了一波连胜 彻底走出了之前的腿势 蒲香制铁这个球队的优点就是攻防稳定 他们是K联赛进攻火力第二 防守质量前三的球队 同时球队非常擅长利用主场作战 这个赛季九次主场仅仅失利过一次 主场的表现非常让人放心 水源三星目前处在K联赛的倒数第二 不过他们和升级附加赛区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所以球队抢分的欲望还是很充足的 但可惜的是水源三星进段时间的状态实在是太差了 自从休赛期过后 球队还没能拿到任何的一场胜利 其主要问题就是在进攻上 最近的六场赛事 水源三星四次被领封 一共只有两球入仗 进攻火力可以说是同期联赛最差的 两队最近的三次交手都是打成了平局 看得出来啊 水源三星面对蒲香制铁还是有一套的 但两队目前实力差距还是非常的明显 同时水源三星还是客场作战 所以形势对于水源三星是非常的不利的 还是更加期待蒲香制铁的发挥2-1 2-0 你们的支持是萧萧最大的动力 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拜拜